好,在单词看完之后,我们下面来看看课文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段的第一句话。 他说, A vicar is always raising money for one cause or another, But he has never managed to get enough money to have the church clock repaired. 他说,我们的这个牧师老是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筹款, 但是他从来也没有能够设法出到足够的钱来请人把我们教堂的大钟修好。 首先,第一个,这句话中出现了一个五星级的重点表达, 就是be always doing something, 老是做某事,总是做某事, 注意,真讨厌, 这是一个表示厌烦的语气, 说明这个人总做这个事烦了都, 我们的牧师老筹款, 昨天刚给完钱, 怎么今天又要钱了呢? 感到厌烦的语气, 比如说,他老是迟到, 真讨厌, he's always being late, 这个真讨厌就不用再说了, 因为含义已经带出来了, 再继续说, 我们看四册里面的一个例句, 在新概念四册的第五课, 出现了这么一句话, people are always talking about the problem of yours, 这四册第五课, 年轻人, 第一句话就是他, 怎么翻译呢? 人们老是在谈论, 所谓年轻人的问题, 真讨厌, 真烦, 那么通过这个语气就能推断, 本门的作者对人们的这种看法, 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 当然是不同意, 所以你看对单词习以精致的把握, 可以使他们来掌握住文章大致的脉络和感情色彩, 就是说本来年轻人好好的, 他偏说年轻人有问题, 真烦人, 真讨厌, 这么一个意思, 我们在国内考试中也会出现, 下面咱们听在当年一到四级考试的听力真题, 咱们来练一练, 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好, 我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这男人意思是什么呢? 咱们看应该选哪一个, 好了, 咱们说吧, 正确答案是A选项, The woman would understand if she did Mary's job, 如果这个女人做了玛丽的工作的话, 她就会理解了, 就不会说玛丽老抱怨了, 看看为什么选A, 咱们把原文再听一遍, Question 5, Mary is always complaining about her job, Maybe if you try typing letters every day, You'd see what it's like, What does the man mean? 好, 第一个女孩说, 玛丽老是在抱怨他的工作, 真是烦哪, 很讨厌哪, 第二个男的说, 如果你要是尝试每天也打字的话, 你就会看到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工作咯, 什么意思呢? 答案应该是A选项, The woman would understand if she did Mary's job, 这里用那个虚拟器, 如果这个女人做了玛丽的工作的话, If从剧用一般过的事, 主剧中用的一个wood, 这是个虚拟器, 她就会理解了, 就不会说玛丽老是抱怨了, 打字缘的工作确实是特别枯燥的, 是这么一个意思, 注意, Be always doing, 重点搭配, 这个搭配比较通俗, 但在新三册里出现了跟它类似的, 稍微略正式一点的, 一模一样的, 类似含义的搭配, 就是复词变一下, Be forever doing something, 也是翻译成老是做模式, 总是做模式, 真讨厌, 意思完全一样, 只不复词变化一下, 那下面我们看一个例子, 在新概念第三册的41课, 就是咱们的192页的第八行, 在192页的第八行, 出现这么句话, 他说, He is forever talking about the friendly people, the clean atmosphere, the closeness of nature, and a gentle pace of living, 这个人呢, 就是那个到乡下农村住了半年的这个人, 回到城里之后, 他老是在不停地谈论什么, 那里友好的人, 干净的空气, 和大自然的亲近, 还有悠闲的生活步调, 那么作者对这个人的观点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 当然是不同意, 他否则不可能用厌烦的语气, 就说这个人, 你要觉得农村好的话, 你干嘛住在城市里, 你可以办个飞转农的户户搬到农村去, 你住在城市里面享受着城市的方便快捷, 学成天说农村好, 这虚伪, 这这么一个意思, 这令人烦的, 老实做模式, 这个用的好, 但是我们这个副词可以进一步替换, 可以再换成另外两个, 就是be constantly或者continually doing something, 这两个词放在这固定大费里面, 也是贬义词, 表示讨厌的老实做模式, 先读一下第一个副词, 注意新闻中读是是发看这声音, 大声那边, constantly, 再来面, constantly, 好, 第二个词呢, 新闻轻读又发, 看, 看, 不要读看了, 是发看, 看, 再来面, continually, continually, 也是令人烦的, 老做模式, 真讨厌, 这些男孩子老是争吵, 到了一块就打架, 真烦, the boys are constantly, or are continually arguing, 总是在争执, 真是令人很讨厌, 可以这么说, 下面咱们看一个美剧的片段, 这个可能是比较久远的美剧了, 有些同学可能看过, 叫绝望的嘱咐这么一个片段, 咱们看看里边大概是怎么说的, Your behavior reflects on me, and I can't do my job, if you're constantly humiliating me, constantly, aside from today, give me one example, 你看他怎么说呢, 他这一男一女的对话, 这个男的说, Your behavior reflects on me, and I can't do my job, if you're constantly humiliating me, 他说你的行为, 对我有不良的影响, 这个reflect on somebody, 是个固定的习语, 什么意思呢, 就像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somebody, 对某人有负面的不良影响, 毕竟他说呢, 并且如果你要是总是这样在羞辱我的话, 我就没法做我的工作了, Humiliate, 表示羞辱侮辱某人, Be always doing something, 说我烦, 你这人总是做这事的话, 我工作怎么干呢, 真烦, 第二个女的听完之后不服了, 他这么说, Constantly, Aside from today, Give me one example, 老是这样的吗, 他不服, 说除了今天之外, 你再给我举个例子, 今天我做的事确实缺了得了, 对吧, 但我不是总缺得, 你再举个例子, Aside from, 表示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这个在未来三测后面会讲的这个细语, 叫除了什么之外, 这是个美式用法, 除了今天之外, 再举个例子, Be constantly doing something, 咱们再听第二遍, 看能不能听得清清楚楚, Be constantly doing something, 也是令人烦的老做模式, 可以, 没问题, 我们再看一个, 表示令人烦的持续做模式表达特别丰富, 还有一个用的特别多的, 叫keep doing something, or keep on doing something, 也可以表示类似的含义, 后面这个on有也行, 没有也行, 加上去掉都可以, 意思是类似的, 老做模式, 真讨厌, 咱们同样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咱们先看29课, 在138页的13行最后到第14行, 138页的第13行最后到第14行, 主角这么句话, From the moment he arrived there, he kept on pestering his doctor, to tell him when we would be able to go home, 从他到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不停地缠着他的医生来告诉他, 什么时候他能够回医院啊, 哎呀,我不想在医院里度过圣诞节, keep on doing something, 说明大夫非常烦他, 这是老是不停地问, 一见到他躲着走, 就烦着病人, 干脆看, 这个快点躲开他, keep on doing something, 不停地令人烦的这种模式, 有这个意思, 同样在同一课书中, 我们就去掉这个on, 但意思是一样的, 咱们看138页的第二十行最后到第二十一行, 第二十行最后到第二十一行, 还是这颗书, 他说, In the process, he enjoyed himself thoroughly, and kept telling everybody how much he hated hospitals, 在这个过程中, 他能不能反映成, 他特别喜欢他自己, 不是喜欢自己, enjoy oneself, 就过得开心, have a good time, therely叫彻底的, 就彻底的爽了一把, 这个英诗发言都能therely, 每诗都能therely, 都可以, 哎呀, 过得这开心呢, 并且不停地老是告诉每一个人, 他有多么的恨医院, 哎呀, 讨厌了, 再也不去医院了, 真讨厌医院, 大家都烦他, 都躲着, 一看快躲下, 这个人碎嘴子, 总不停地说, 不停地老是做模式, keep it away, 没有on, 这种汉译是类似的, 我们最后再看一个重点搭配, 跟他意思如出一辙, 但是我们用一个副词短语来加强语气, 是什么呢, 就do something all the time, 老是做模式, 真讨厌, 直接用短语, 我们读一下, 这哦要中读, all the time, 哎, 老是做模式, 真是讨厌呢, 怎么这么烦呢, 哎, 用他也行, 咱们来看一个当年托福的听力真题, 这是依然是两个人对话, 咱们先听一遍, 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好, 开始, Number 26, I thought the doctor said, you should stay off your foot until the swelling goes down, She did, it just makes me uncomfortable to ask my friends to wait on me all the time, What does the man mean? 好, 我们再来一遍, 同时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Number 26, I thought the doctor said, you should stay off your foot until the swelling goes down, She did, It just makes me uncomfortable to ask my friends to wait on me all the time, What does the man mean? What does the man mean? 这个男人意思是什么呢, 咱们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好了, 正确答案应该是, 第一选项, He doesn't like to bother people, 他不喜欢去麻烦别人, 不愿意去麻烦别人, 这个bother表示令某人烦, 麻烦别人不好意思, 为什么选D, 咱们把原文再仔细听一遍, Number 26, I thought the doctor said, you should stay off your foot until the swelling goes down, She didn't, It just makes me uncomfortable to ask my friends to wait on me all the time, What does the man mean? 好, 这是一男一女这两个对话, 咱们先跟这个woman, 这个女人说, I thought the doctor said, You should stay off your foot until the swelling goes down, I thought, 我原以为, 一般过去的事了, 我原以为咱们大夫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应该在消肿以前不要下地, 要卧床休息, 出现习语了, Stay off one's foot, 什么意思呢, 就卧床不能下地的意思, 就保持离开你的脚, 注意这个foot, 一定用单词不要用feed, 顺便记住, Stay off one's foot, 这个swelling就肿嘛, 大家就能背过单词swell, 叫肿, 动词, 名字叫swelling, go down, 下去, 消肿了, 直到消肿以前不能下地, 为什么还下来呢, 第二男人就是什么解释, she did, 这个she, 就是指这个doctor, 是个女医生, 大夫确实说过, it just makes me uncomfortable to ask my friend, wait on me all the time, 为什么还要下地呢, 就是我说, 总是不停地麻烦我的朋友来伺候我, 这不好意思, 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一个大老爷们, 总是拿尿盆, 玩尿尿, 来来帮忙, 我尿尿尿, 就不好意思这么说, 这个uncomfortable表示不舒服, 注意, 在真正读的时候, 中间这个o2不能发音, 不要读uncomfortable, 不是这么读的, 我们读一下, uncomfortable, 再来点, uncomfortable, conf, 发f, 不要读comfort, comfortable, 那么, ask my friend, wait on me all the time, 注意这个wait on, 不要翻译等我, 并不是在等我, 等呢, 为了后面加解词, for, hi, wait for me, 等会我, 但wait on, 是伺候, 为某人服务, 相当于动作serve, 我们知道, 店里的服务生叫waiter, 不是等你那个人, 是为你服务那个人, 所以总是麻烦, 让我的朋友来为我服务, 伺候我, 那what does the man mean, 什么意思呢, 答案就一目了然了, 应该选择递选项, 他不愿意去麻烦别人, 他想自己上厕所, 不愿意呢, 让别人伺候我, 这不好意思, 好, 这是我们看到, 这个老是做某事, 真凡人, 好, 通过这些讲解, 相信大家对, 总做某事, 令人烦的老做某事, 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了, 但是下面呢, 我们做几个练习, 验收一下, 看是是不是真正, 把这搭配掌握住了, 比如咱们先看一看这always, 我们说sam mess up the kitchen, mess up, 就弄得乱糟糟的意思, 山姆总是把厨房弄得乱糟糟, 真讨厌, 咱们用always这个搭配带进去, 该怎么说, 一块来一遍, sam is always messing up the kitchen, 山姆总是把厨房弄得很乱, 真烦, 真讨厌, 再换一个, 换forever来说, 布鲁斯把脏碗脏碟子放在桌子上, 真讨厌, 怎么总是这样呢, 用forever带进去, 咱们看怎么说, bruce is forever living his dirty dishes on the table, 布鲁斯总是把脏碗脏碟子放在桌上, 真烦人, 真讨厌, 可以这么说, 咱们再换一个, 比如说constantly, Peter, 彼得, 那么总是呢, 试图要表现得他比我更聪明, 这凡人一看他就讨厌, 总是好像他觉得他比我聪明, 总是试图表现出来, 用forever constantly, 咱们练了个怎么说, Peter is constantly trying to show me he's smarter than me, Peter is constantly trying to show me he's smarter than me, 就好了, 咱们再来一个, Mary, 玛丽, 那么借衣服呢, 总是不问我就把衣服借走了, 其实就愣拿走了, 你问问我要衣服找不着, 真烦人这个人, 用continually, 咱们来说说, 一块来, Mary is continually borrowing my clothes without asking me, 总是不问我就拿走我的衣服, 借我衣服, 真烦人, 很讨厌, 再换一个, 用keep on doing something, 这搭配, 咱们试试看, 为什么你总是犯相同的错误呢, 怎么总错, 怎么这么笨呢, 该怎么说, why do you keep on making the same mistakes, why do you keep on making the same mistakes, 带你去, keep on doing, 我们别的making, 就好了, 好, 最后咱们再练一个, 用这个do something all the time, Jan, 她总是忘记呢, 给我我的这个电话的留言, 就是别人给我留个口信, 总是忘记转导给我, 真烦人, 真讨厌, 我们用这个dafica怎么说, Jan forgets to give me my phone messages all the time, 总耽误我事, 别人让他转, 再来转带, 总是忘记, 注意, 一般现在是第三诊单数, 不要加s, Jan forgets to give me my phone messages all the time, 就好了, 这是这个总是做模式, 重要的表达, 好, 下面咱们再次回到这个课文里面来, 后面又说了, 我们的牧师, awakers always raise money for one cause or another, 为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理由, 这个cause在这翻译成做模式的理由, 这是多一词, 我们的译文, 有一些老版本的书, 你看在书后译文第十九页, 第一行把它翻译成为了各种事情, 这个有问题, 这个cause表示是, 一般翻译成正式的事业, the cause of justice, 正义事业采用它, 生活中普通的小事是不能cause的, 在这里应该翻译成理由, 是正确的翻译, 书后译文翻译有问题, 那么我们看一看在三册中, 另外一个表示理由的例子, 比如说在22课, 22课, 110页的第三行到第四行, 110页的第三行到第四行, One would expect them to know the parts by heart, and never have cause to fodder, 人们可能会以为, 他们早就把他们的part就台词了, 烂熟于胸都背下来了, 并且绝对不会有理由, 去支支吾吾接叼巴放旺词的, 支吾接叼巴叫fodder, 这个cause在这表示理由的意思, 绝对不会有理由去做这个事的, 注意在本文中, one cause or another, 叫各种各样的理由, cause是理由这个意思, 那么各种各样的呢, 就是外边这个, on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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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another, 这个来翻译出来了, 叫各种各样的理由, 各种各样的, 本文中, one cause or another, 各种各样的理由,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咱们自己说一个句子, 他总是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 来管我来要钱, 真烦人, 咱们把那个be always doing, 跟for one cause or another, 都连在一块用, 他比如说男的, 老是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 管我来要钱, 真讨厌, 咱们该怎么说呢, he is always asking me for money, 为了各种理由, for one cause or another, 就用到一块了, he is always asking me for money, for one cause or another, 为了理由嘛, 在前面加记词for就好了, 这是各种各样的,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那么举于反三的, 可以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初学者经常会犯错误, beginners will err at one time or another, 这个搭配比较文言, 这个er做动词就是犯错的意思, 那么也能动成er, 在英式发音中, 一般动成er都行, 它的名词叫error, 后面再加or就行了, 那么在各种各样的时间, at one time or another, 那么理由为了理由加for, 在某个时间当然加just at, at one time or another, 就不时的时常的犯错, 在各种各样的时候都会犯错,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比方说, 我说每一个人都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为社会做出贡献, 为社会做贡献, 就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那么各种各样的方式, one way or another, 以方式, 这个n way用哪个切字搭配, 当然是in就好了, everyone can contribute to society, in one way or another,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为社会做贡献, 就看你特长是什么了, 每个人都能做贡献, 以各种方式, 好, 这是各种各样的方式, in one way or another, 可以同时记住, 那么还有一个跟它类似的搭配, 咱们叫one da da da, after another, 叫什么呢, 一个又一个的, 一个又一个的, 这个用的也特别特别多, 局一反三的, 咱们多看几个, 比如说日复一日的, one day after another, 可以这么说, 日复一日的, 再比如说, 遭遇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遭遇邂逅, 尤其是不愿意看到的倒霉的事, 有个动词叫encounter, encounter one difficulty, after another, 遭遇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注意这个encounter, 我们跟老师读一下, encounter, 读开了之后呢, 这个t会轻轻濁化一下, 因为前面的and, 后面的er, 声带都震动, 读快了之后这个t, 跟着就震动起来了, 反正的声音, 大声那边, encounter, encounter, 遭遇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结果呢, 我们把困难都克服了, 最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 取得是不是可以动词achieve, achieve one success after another,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 这个one or another, one after another, 类似咱们放在一块儿去, 这效率就高了, 好, 再看后半句, but he has never managed to get enough money to have the church clock repaired, 但他从来也没有能够设法 抽到足够的钱, 这个设法完成了模式, 这是第一课书中重点知识的一个复习, 叫managed to do something, 设法完成了, 强调这个结果, 在本文中呢, 是从来也没有抽到做足够的钱, 这个never是把结果给否定了, 这不能用设法去做, 设法去做是try to do, 如果是从来没有设法去做过呢, 他连努力都没有做过, 但本文中是努力了, 但是没有成功, 否定的是结果, 咱们复习在十四页第十五行出现过这个答备, 十四页的第十五行, as no pumas had been reported missing from any zunic injury, this one must have been in the position of a private collector, somehow managed to escape, 因为没有美容师在任何动员被报告失踪了, 那么这一只肯定是归一个, 私人生产将拥有, 并且不知怎么回事, 就设法逃了出来, 这是咱们讲过的这个managed to do, 他的反应词谁还记得, 未能做成某事是什么来着, 大家还记得是fail to do, 没能完成某事, 咱们再回顾第五课中的例子, 第三十页的十二行到十三行, 这个记者咱们第一个也讲过, 三十页的十二行到第十三行, 当这个记者再一次没有能够回复的时候, 回信的时候, 这位编辑不情愿地按照这个文章原来写的样子, 把它出版了, 发表了, 你看, 未能回信, 未能回复, 叫fail to reply, 这是managed to do的, 完美反译词, 好, 我们再看, 本文中是设法干嘛呢, 设法get enough money, 就搞到足够的钱了, 来干嘛呢, to have the church club repaired, 我们出入目的状语来, 来请人把我们教堂的大众修好, have something done, 这是常见搭配, 在本文中表示, 请某人来做某事, 这个人是谁呢, 要么不知道是谁, 要么没有不要去说, 我管的是谁呢, 能修大钟的就都可以, 管的是谁呢, 请人把某个事情做好, 注意, 是这么一个结构, 特别简单, 比如说一个, 我打算这个周末把头发离了, 我打算周末去理发, 就请人来理发, 我管那个人是谁, 我根本就不用知道他的名字, 总之请人来理发, 不是自己理, 怎么说呢, I'm going to have my hair cut this weekend, 周末打算理发, I'm going to have my hair cut this weekend, 这cut是过去分词, 请人来做某事, 这是第一个意思, 请人来做, 这个人不知道是谁, 当然, have something done, 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思, 考试也依然非常常考, 就是表示某一种遭遇, 某一种经历, 尤其是不愉快的, 某一种经历, 某一种遭遇, 咱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在66页的第14课的第7行, 66页, 14课的第7行里面, 出现这么一个片段, People would rather pay large sums of money, than have their lifework destroyed by gangsters, 人们宁愿支付大笔的钱, 也不愿意让自己, 毕生的工作, 被歹徒给毁掉, 这也是have something done, destroy的, 他不可能是请歹徒, 来毁掉自己毕生心血, 吃饱了生的, 自己毕生心血, 被歹徒毁掉了, 表示某种不幸的经历, 或者遭遇, 再比如说, King Sherlock I, had his head cut off, 国王查理一世, 被砍头了, 这也是一个更不幸的遭遇, 挠得掉了, 注意这个英国人名字, Hidden Charles, 法国人名字都称十二了, 十二了, 后面的S不发音的, 后面这个都称the first, 查理一世, 脑袋被砍下来了, 不可能请人把脑袋切下来, 称得多重, 这不可能了, 不愉快的经历或遭遇, 当然, 这是指某人的经历了, 但是我们难度可以进一步提高, 咱们看看下边的句怎么发音, the house had its window broken in the explosion, explore是爆炸了, 这个房子在爆炸期间窗户碎了, 你看, 这从上面的意思拍上来的吧, 但是它的主语不是人是一个事物, 就是房子在爆炸期间玻璃碎了, 房子也是一个不愉快的经历, 它的玻璃窗被打碎了, 正如脑袋被切掉了, 跟刚才那个查理一世的句子类似, 这个地方又是一个小知识点的复习, 就是咱们在第一课里面说的, 就是无灵主语现象, 它的主语是房子, 并不是一个人嘛, 咱们也叫物称主语, inanimous subject, 还记得吗, 事物做主语, 可以让句子主语, 聚首富于变化, 而且可以突出这个重点, 咱们复习一下, 在第一课中就出现过这么一个句子, 14页里面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句子, When reports came into Lenten Zoo, that wild people had been spotted 45 miles out of Lenten, they were not taken seriously, 这是我们第一课的第二句话, 当有人报告到伦敦动物园说, 当有人报告说, 这个人是谁呢, 就不用说了, 不可能是狗报告, 肯定是人了, 再说成废话了, 直接用报告做主语, 当报告来到了伦敦动物园, 这是属于我们的无灵主义现象, 还有呢, 灵吗, 灵魂吗, 没有灵魂吗, 是个抽象的事物, 那么再比方说, 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 这是咱们32课, 就是150页第八行末尾到第十行, 150页的第八行末尾到第十行, 32课, 这个一艘沉船中, 有这么个片段, The sea bed was scoured with powerful nets, 这个海底被用非常结实的网彻底搜索一遍, 这个scout就彻底搜索, 未来会讲到, 并且呢, 当一个大木箱子, chest, 从海底被拉上来之后, There was tremendous excitement on board, 字面是, 在船上有着大量的兴奋, 这不像话, 什么叫船上有很多兴奋呢, 咱们中国人的翻译成, 船上的人们兴奋极了, 以为金条箱子被找到了, 但是中国同学一写, 搞不好写成, 船上, 在船上不是on board吗, 可能写成people on board were very excited, 在船上的人们非常兴奋, 这个答题当然是对的, 但是却是一个chinglish, 为什么呢, 因为老外一看你的句子会笑, 那船上可不然人兴奋呗, 船上狗兴奋, 苍蝇兴奋, 你怎么知道啊, people纯粹是个废话, 这个人其实并不重要, 人的这个观念重要, 所以直接把这个行为excitement当主语, there was tremendous excitement on board, 在船上有大量的兴奋就好了, 你像比如说北京深奥成功的时候, 萨玛兰奇说, Beijing消息传来, 演播室里的人们兴奋极了, 演播室叫studio, 那么消息传来, when the news came, 演播室里的人们兴奋极了, 咱们直接套用, there was tremendous excitement in the studio, 在演播室里有大量的兴奋, 不就好了吗, 语言简洁, 这是地道的English, 而且书面中确实, 无灵主义用的特别多, 有了知识之后, 咱们可有更多选择, 咱们今天造更多句子, 比如说, 他丧失的信心, 他丧失的信心, 比如他是男的, 一般同学可能会这么说, he lost his confidence, 他丧失信心, 这个句子当然是正确的, 当然是正确的, 但问题是, 如果相邻句子都是他做主语, 他考试不及格, 他丧失了信心, 他跳河自杀了, 那三句话相邻都是他做主语, 这句式结构就单调了, 我们知道句首对制造句式多样性是重要的, sentence opening is very important to create sentence variety, 所以咱们中间的句子不妨, 咱们主语换一下, 变成confidence deserted him, 信心抛弃了他, desert是抛弃遗弃的意思, 但翻译成中文, 还得翻译成他丧失了信心, 这几个句子马上就更加富裕变化, 写作中容易冲高分, 再比如说, 那一夜我无法入眠, 一般同学会这么说, I couldn't sleep that night,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 这个句子当然是正确的, 但问题是, 如果相邻的语境下都是人称主语, 还都是我, 我有心事, 我那天晚上睡不着觉, 我第二天很头疼, 我工作受了影响, 都是我做主语的句子, 这个主语句首, 势必单调, 咱中间不妨变一下, That night, sleep eluded me, 那天晚上睡眠总是躲着我, 我们知道动词elude, E-L-U-D, 叫躲避逃避的意思, 但什么意思呢, 还是我睡不着觉, 那一夜我无法入眠, 这个句子更富有变化, 写作中又多了一个选择, 再比如说, 到了黄昏的时候, 我们才刚刚走了一半的路, 如果要是人称主语的话, 非常好写, 咱们可以说, We only traveled to have the distance at sunset, 在黄昏的时候, 我们刚走了一半的路程, 这个句当然正确, 但如果相邻的句子都是人称主语的话, 中间不妨变一下, 不但有变化, 而且句子简洁, 你看, sandset minus halfway, 几个字就解决问题了, sandset, 黄昏, 好像黄昏老人, 煮着拐棍, 在半路上与我们相遇了, halfway做副词, 在半路上, 但是翻译成中文呢, 是我们到了黄昏的时候, 方走了一半的路, 你看这个句子更富有变化, 多看好句子, 再写句子, 怎么以后就富有变化, 不同方向了, 再比如说, 你看这么一个长长的句子, 最近有大批的外国人, 涌入到中国来, 或者是来旅游, 或者来学习, 或者来做生意, 最近有大批的外国人, 涌入中国, 或者是来旅游, 或者学习, 或者来做生意, 很多同学可能上来就会用, many tourists, 很多的外国人怎么怎么样, 当然这个是正确的, 或者many foreigners, 很多外国人, 外国有, 或者是foreign tourists, 等等等等, 但是呢, 我们发现这个如果相邻去都是人称主语的话, 这句子结构就单调了, 咱们看看这句话, 我们在中国日报上有这么个句子, 看看他是怎么写的, The past few years, witness the great influx of foreigners to China, for traveling, studies, or business, 这个句子写得很漂亮, 他说, The past few years, 过去这几年, 用他做主语了, witness, 咱们第一课见过, 做名词叫证人, 做动词亲眼看到, 亲眼看到了大批外国人的涌入, 这个influx是涌入的意思, 我们知道这个F-L-U, 一般表示液体的波动, 你听声音, influx涌入进来, 来干嘛呢, 来旅游, 来学习, 或者来做生意, 这是对咱们第一课书, 无灵主语的一个复习和补充, 在类似句子, 我们后面还会看到更多, 我们自己能轻松写出更复杂的句子, 所以咱们课程慢慢地试入, 好, 那么这个第一个重点句, 咱们看完了, 这个句子非常重要, 里面可以说, 重点得出精, 重点得出精彩分成, 咱们别白学, 咱们看能不能把句子复述一遍, 我们的牧师总是为了各种理由来筹款, 但他从来也没有能够设法筹到足够的钱, 来请人把教堂的大众, Church Club, 把它给修好了, 我们看能不能复述一遍, 一起来, 我们的牧师, Our vicar is always raising money, 为了各种理由, for one cause or another, 都好, 但他从来也没有能够设法筹到足够的钱, but he has never managed to get enough money to have the church clock repaired, 好, 我们连贯起来, 在中间不中断, 一起来一遍, Our vicar is always raising money, for one cause or another, but he has never managed to get enough money to have the church clock repaired, 好极了, 咱们看能不能类似造一个句子, 我的小女儿, my little daughter, 总是在抱怨各种各样的病, 抱怨咱们complain of这个讲过的搭配, 但他从来也没有成功的得到允许, 叫get permission, 待在家里边, 我知道他是在装的假装的, 曾经说爸爸不好受, 脑袋疼, 头发疼, 肠子疼, 对吧, 我说你这都是装的假的, 我不允许待在家里, 咱们看怎么说, 我的小女儿, 咱们付出一遍啊, my little daughter, 老是抱怨is always complaining of各种病, one illness or another, 各种各样的病, 但是他从来也没有能够, but she has never, 受罚, managed to, 得到允许, get permission, 干嘛呢, to be at home, 这个句子出来了, 而且咱们特别自信, 肯定错不了, my little daughter, is always complaining of one illness or another, but she has never managed to get permission to be at home, 非常漂亮, 好, 这个第一句子, 我们看在这儿, 下面我们来看下一句话, 他说, the big clock, which used to strike the hours, day and night, was damaged many years ago, and has been silent ever since, 他说这个过去啊, 日夜不停, 打脸暴食这个大钟, 在多年前损坏了, 并且从那以后呢, 就一直沉默下去, 一直也没有再想过, 我们先看前面那个, the big clock, 后面加一个定义从句, which used to strike the hours, day and night, 这定义从句, 在过去, 日夜不停打脸的大钟, which关系带此受注于, 后面定义从句的位移动词里面出现的used to do, 这是复习, 应该是中学小支点的复习, used to do表示, 过去曾经, 或者过去常常, 但是现在呢, 已经不这样了, 过去曾经, 或者过去常常, 咱们看个简单例子, 我以前呢, 常常早起, I used to get up early, 暗示什么呢, but now I don't, 现在已经不早起了, 注意, 跟现在是相反的, 我过去常常早起, 可以这么说, 有一个搭配, 经常跟他一块儿靠, 就是习惯于做模式, 这个时候咱们用be, 或者become, 或者get used, to something, 或者to doing something, 前面既可用be动词, you can become or get, 这个是used, 一定可以当一个形容词来用了, 后面还是加to, 但used to do, 这个to是动词不定时, 但这里边这个to是借词, 后面加名词或动名词, 用be动词, 强调习惯于这个状态, 用become or get, 强调由不习惯, 慢慢变成习惯, 这个状态的变化, 在书面中, 用become多一些口语中, 为简洁, 一般都用get, 我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说, 我习惯于扫起, I'm used to getting up early, I'm used to getting up early, 别往前面有be动词, 这是表示这个状态, 状态的变化呢, 可以变成get or become, 我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在本课书中, 就在这课书, 倒数第二行, we'll get used to that bill, said Vicar, 牧师说, 我慢慢就习惯这个事了, 哪个事呢, 13等于1, 1点钟敲13下, 现在听着别扭, 但以后就由不习惯, 变习惯了, 换成get了, 可以这么来说, 好, 我们类似的, 再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你看, 在李老师的博客里边, 有beer-get词给年轻人的十条忠告, 其中里边有一个, 这句子这么说, Life is not fair, get used to it, by Bill Gates, 他说, 上帝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习惯了就好了, get used to, 一开始不习惯, 慢慢就习惯了, 好了, 生活本来就不公平, 生活, 人人生日平等是理想状态, 完全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平等是偶然的, 不平等是必然的, 习惯了就好了, 好, 可以这么来说, 那么, 习惯做模式除了这个used, 还有一个更为正式表达, 咱们在四侧就会碰到, 确实随着课程的深入, 我们表达会越来越难, 就是把形容词used, 换成accustomed, 我们大声读一下这形容词, accustomed, accustomed, 也是习惯于, 注意后面因缘加, 借词to, 后面在doing, 或直接加名词都行, 咱们看一个例子, 下面这个例子就出自新概念四侧的第三课, met or man, 马特横峰的登山者, 咱们看这句话, 他说, for a man accustomed to eating seven-course dinners, and sleeping between fine and sheets at home, the chain to the elves, must have been very hard indeed, 对于这些人, 什么呢, 习惯于呢, 每天吃七道菜的晚餐, 这个accustomed to eating seven-course dinners, sleeping between fine and sheets at home, 整个形容词短语来修饰前面这个man, 修饰这个人, 因为for这个借词, 后面加的是名词短语, b动词没了, 那么eating是做这个借词to的冰语, 后面这个sleeping跟eating并列都是做to的冰语, 习惯于呢, 睡在非常考究的亚麻布的床单里的这个人, 当年亚麻布已经很名贵的了, the linen, 亚麻布, 那么这个时候到达二日卑斯山区这个变化, 肯定在当初是非常艰难的, must have加过去分子, 咱们第一个讲过, 对过去的推测当年一定是很艰难的, 好, 这是习惯于我们跟这个used to do, 这个过去曾经过去常常做过编习, 本文中习惯于干嘛呢, strike the hours, strike the hours就打点报时, 是固定搭配, 就大钟, 当当当, 打点报时就strike the hours, 固定搭配, 那如果表示大钟打响了几点的钟声呢, 咱们直接是strike, 后面加这个数量就行了, 比如说我们回顾一下在第二侧的第九课, 在a cold welcome冷遇这个书, 第二侧的第九课出现了这么一句话, it was strike 12 in 20 minutes, 他说再过20分钟, 这个大钟就会打响12点的钟声, strike 12, 打响8点的钟声, strike 8, 就好了, 这钟打点报时, 注意动词用strike, 咱们后面还会复习, 那么day and night, 就日夜不停了, 白天和晚上都是这样, 日夜不停地, day and night was damaged many years ago, 在多年前已经毁坏掉了, damage, 几乎动词被毁掉了, 并且怎么样, and has been silent ever since, 并且从那以后就一直沉默了下去, 剧末出现了一个好词, 好习语, 叫ever since, 从那以后一直怎么怎么样了, 它比since语气要更重一些, 从那以后一直如是, 它的词性非常灵活, 跟since类似, 它既可以当副词, 也可当戒词, 也可以当廉词, 从那以后一直怎么样了, 注意, 它要用完成词, 它所在的句子, 实态用完成词, 在本文中, 你看, has been silent ever since, 用完成词, 本文中ever since, 当然是副词的用法, 我们再看一个做借词的例子, 比如说23课, 114页, 第10行中间到第11行, 114页, 23课, 第10行中间到第11行, 出现这么句话, there are countless people who, ever since the early years, have learned to associate snails with food, 它说, 有不数不胜数的人, 自从他们早年时期开始, 就从小开始了, 就学会了把蜗牛跟食物, 联系起来, 注意, everse在这儿是一个借词, 后面是名词的, the early years, 注意实态, 学会了have learned, 用完成词, 咱们看一个当脸词的例子, 就后面加时间状语从句, 当脸词来使用, 咱们看一个老的美剧, 叫prison break, 越狱中的这么一个片段, 就是弟弟, J. Michael Schofield, 跟哥哥讲的这么一句话, 里面出现的大词, 他怎么说呢, 你看他这么说, You know how she feels about you, it's been the same way ever since we were kids, 你知道这个女孩子, 对你的感情怎么样呢, 自从我们是孩子的时候开始, 就一直是这样, 从小就很喜欢你了, 一直到今天, 你注意, ever since we were kids, ever since 当脸词了吧, 后面跟时间状语从句, 跟从句了, 但主句中, it's been, 像是it has been, 用的是现在完成时, 好, 这个句子里面, 我们看到重点也是特别多的, 咱们看能不能把这句话来复述一遍, 这个过去日夜不停打点的这个大钟, 在多年前被损坏掉了, be damaged, 并且从那以后就一直silenced, 沉默下去, 咱们从那里一起来一遍, the big clock加定于从句, which, 打点strike the hours, 日夜不停, day and night, 好了, 怎么样呢, 多年前损坏掉了, was damaged many years ago, 并且从那以后一直沉默下去, 注意时代, 完整时, and has been silent ever since, 从头来一遍, 不带提示, 从头来一遍, the big clock, which used to strike the hours, day and night, was damaged many years ago, and has been silent ever since, 好, 咱们类似造一个句子, 过去日夜辛苦工作的老王, 两年前不幸下岗了, 从那以后就变蓝了, 这个下岗短期解聘, 叫be laid off, 可以这么来说, 那么它的动词原型是lay, lay off somebody, 使某人短期先回家, 多久呢, 工厂警戒说再回来, 这就be laid off, 就要被解聘了, 被短期解聘了, 那过去日夜辛苦工作的老王, 我们先说老王, 后面再再定义重聚就好了, 对吧,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老王怎么样, who过去, used to, 辛苦工作, work hard, 日夜不停的, day and night, 好, 这主意结束了, 然后呢, 两年前下岗了, 两年前当然有一般过去的事, was laid off two years ago, 并且从那以后就变得懒了, 咱们用完成词, and has been lazy, 从那以后, 加副词文语, ever since, 这个句子写起来, 咱们既自信又特别的踏实, 因为这个结构, 句式搭配, 咱们都见过, 这就李老师说的, 见过的再写, 听过的再说, 只有这个能保证, 咱们不出任何问题, 好, 咱们课文的第一段, 跟老师就学到这,